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袁冰岩下一部戏令人期待 与小一岁男主上演甜宠剧,两人同框超甜 作品能够成为小伙伴,津津有味讨论的话题 一般来说,直接指向演员和剧情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导演 有时候呈现在大家眼前的一种现象 比如说,一部作品刚刚爆料在筹备 成为了一个引爆的话题,因为演员有底气 不可否认的事实,袁冰岩成为同辈演员当中 拥有代表性的一位 事业发展速度非常快,她的下一部新戏令人期待 与小一岁的男主角上演甜宠剧助青好 仅仅看到两人同框剧照超甜 有时候一位演员在娱乐圈里的发展速度 确实成为小伙伴讨论的话题 用难以置信形容她的经历 主要涉及她的发展速度和天赋 包括参与的数量,成倍增长 就拿袁冰岩来说 说起来你还真不信 参与仙侠剧让她彻底改变 以往不温不火的状态 随后的经历,大家目睹了发生的一切 她参与作品的数量,包括人气,成倍增长 大多数作品以女主角身份出现 关于袁冰岩的话题,已经发生了一种现象 关于她的作品,包括演技,也是接踵而至 可以这么认为,她已经具有实力 而且是有号召力的演员 所以,她参与的助青好 很快成为圈子里讨论的话题 从剧本题材来看,是一部甜宠剧 她面临的挑战是相当多的 以往扮演的角色,是温柔甜美的形象 在此部作品中,呈现在大家眼前,扮演一位霸道的郡主 事实已经证明,只要足够努力 机会不会差到哪儿,总会迎来许多资源 在袁冰岩的身上,看到了许多 比如说她非常努力,任何角色总会用心揣摩 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备好剧本相关资料 自身形象非常优秀 各个方面如此出众的演员 无论走到哪儿都是非常吃香的 也会给她带来更多资源 她已经成为圈子里进步特别快 而且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一位女星 一些受众人追捧的演员 他们参与的作品,很快成为关注的焦点 也会引起众多网友讨论合作的演员 到底有多大能耐,有多大底气 《祝清好》是一部女追男的剧本 两人之间的身份相差悬殊 女主角不顾及任何因素,就是非她不嫁 如何让作品有吸引力,男主角是重点 他们之间的互动,也是核心部分 如何将甜蜜的情感戏份,充分展现在荧幕上 是非常重要的,男主角是郑叶成 看到男主角这一刻,各种话题瞬间蔓延 颜值非常高,具有演艺天赋 观众普遍看好她与袁冰岩合作的新剧 通过两人的同矿照 让观众产生了极大期待,感觉毫无违和感,超级甜,具有很强的CP感 每一个角度都能够感受到,非常贴身 虽然男女主角是新生代演员,但是通过一些作品给观众带来的答案也是非常满意 扮演的角色,能够诱发许多话题,带来可喜成绩 无论是老戏谷还是新生代演员,作品能不能够成功,牵扯到多个主面 除了演员,剧情,导演,其他细节也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画面,包括场景的布置等等,即便是一些台词,也会引发作品的欢迎程度 我们看到袁冰岩下一部新剧《祝清好》 各个方面已经得到了答案,令人期待,与小一岁的男主角上演填宠剧 看到同矿已经填到新窝里了 对此你有何观点,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精彩话题 从而让更多小伙伴感受到你的内心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